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桑普,欢迎大家来到新桑的神州,我的老拍档,杰斯在这里,杰斯你好 你好,又一个星期了,桑普,过得怎么样了,这个星期,23条之后的第一个星期 我以为你会忠告我,小心点说话,这集是23条之后的第一集的新桑海神州 你估得出去的了,你不用想什么的了,所以我们继续做一些应该做的事情 我们出来的新位就是说一些应该会说的事情 可能有部分一些留下来在香港人就觉得你不要说那么多事情了 我们讲越多的话,港共政权对我们更加差 其实港共政权怎么都会对香港人很差的 我又先问你一个问题,刚刚醒起 刚刚过了星期六,你又没有去捷运站6号出口西门丁 参加这个集会游运 当然了,而且我认识了一帮台湾的评论人 包括曹卿成董事长,他们都会去到现场去捧场 而我会觉得很开心,就算你想好都没有出镜的 其实我们之后都会聚会,刺帮名夫 汪浩,王清隆,王彭孝等等人 我们都会互相聚会去讲香港的问题,他们都很差 就是对于香港这个23条的抗争等等的东西 所以我想就是非常开心,就是很多自由度 还有很多很多香港人,就是新式的也有,旧的也有 就是他们能够在这儿继续做,我们很开心 这个香港01有报道你们那边的集会 就说有十凌二十人,台湾人就去踩场 你有没有看到呢?就说叫香港人回到台湾 不是,叫香港人回到台湾 是不是真的有这样的事呢? 我请他们赶回中国,他们赶回中国 他们赶回中国,是不是? 有这样的事,那么少人就是三、四个人 还有他们不想出镜子,用一张纸冻着自己 遮着自己的镜子,那些纸完全印了那些什么 什么滚回香港啊,什么23条啊,什么都抓你们那些 就是这些板明挑衅啊,那之后很多人都是追击他们 去到一个地铁站口啦,那些警察呢 因为看到那些人挑衅啊,台湾的警察 分隔两个之后,拉起他们了,挺开心的,挺开心的 是,其实... 其实在各地,无论英国或者台湾,甚至加拿大啊,美国啊 那我们其实都已经习以为常的了 就每一次有些游人集会呢 就都,对家都间不中都会有些人出来的 那,所以其实我们,我想我们在不同的地方都很习惯的啦 也都预认了啦,就是你猜那边没有反应的吗 没有反应反而还不好,那我觉得有反应是挺好的 就是我试过有一次呢,就在温哥华的... 都是支持香港的集会运动那里 都有...都试过有一个...有个婆婆... 不停在那里...我们...我们集会整三四个钟头 她在足道这么久,然后不停在那里骂我们啦 那我就没有骂她啦,我对她很好啊,我临走的时候 那时候我跟她说,喂,我说我们散会啦,要不要车你啊 我说我顺路啊,那她说,你去哪啊? 我说,我回深圳啊,顺路车你啊,这样 接着... 接着她就用粗口骂我,我说,好啊,好啊,好啊 她说叫我...她叫我仆街,我说,好啊,一起去仆街啦 我说,都差不多了,大家都同一条路 所以开心点就可以啦 那我们这边那天都下着雨啊,我们在温哥华 但是人都不少啊,就...两个活动啊,我们是... 我们有人链啦,也都有上去中领馆啦,就... 集会示威啦,那...就是继续... 那其实未来这个星期想提醒大家呢 就仍然有很多地方呢,都会有反23的集会的 那大家可以留意一下的 那我记得上个星期,其实我们差不多有三十几个城市 多到有一些... 拉斯维加斯都有啊,你知道吗? 拉斯维加斯都有香港人,有反23的运动啊 就是...就是很多城市都有啊 那我想都会继续下去的啊 是啊,拉斯维加斯,我上次去到都有一些黄店 就是你都...意想不到拉斯维加斯 是吗?这么有趣啊? 哈哈哈,就是他们都很抠炸香港人 有没有这些赌场是黄色的呢?我想 哇,如果是黄色的赌场 因为赌场多数都是做中国人生意的啊 就是... 正啊! 是的,那么... 好的,回来我们今天准备讲些什么话题啊? 我们讲两个话题啊 不如我们刚刚讲了23条 不如先讲23条先啊 好啊! 之后我们数到习近平见美国美纪高管 那23条的第一个例子 大家知道是美国队长2.0啦 马俊文安啦 那这也不是案件来的 他已经判了牢了 判了牢60个月 5年,原先5年9个月 后来呢,减到5年 好了,5年判了牢了 进去5年就是60个月了 60个月呢,原先坐到三分二的刑期 即是坐足40个月 三年零四个月呢 请一下放了 勤奋,行为良好 没有什么问题 放他嘛 大家一起去到唐福监狱 等他放监,等他放学 等到最后都等不到 问那些监狱什么事呢? 今天不能放,为什么? 啊! 23条kick in 不好意思,不能放 因为23条的条文呢 就是厌正在囚人士 所以,依然受这个23条管核的 虽然23条的5至7条罪名 一点都跟马俊文无关 马俊文是国安法嘛 但23条就说呢 所有跟国安有关的案件呢 都不准减刑,覆核刑期 假释 換言之,坐足坐满 那那60个月,还有多少个月坐? 简单数学 20个月,換言之要坐足 一坐多一年八个月 两个暑期 哇,真是神经 去到最后就是说呢 就是,马俊文拍到要五年这样做 那当然啦 马俊文,大家都知道了 他是一个很古怪的人 但是他不可以这样折磨他 你今天这样对他 然后陆续有来的 唐英杰九年,原先六年就可以走了 是啊 还有三年坐 多了三年坐 这帮九官就说 哎,这个不是加监 你千万不要说加监 那好吧,变相加监 你原先预期出獄的地方做不到 所以我们经常说 哎,就是在学校里面那些人 千万不要数碗头 算日子 否则你呢,日子很难过 打算算到那天了 哎,突然之间出不到监的 那你真是很心,很心伤啊,大哥 那我想现在去到这样的情况 不要说他啦 你那些四十七人案的 黎智英案的 就是《立场新闻》 支联会的大案 还有很多很多手足 坐十几年监的 有些判了 有些未判的 未判那些就是说 哦,原先想着 你就算判我18年 那我坐12年而已,算一算 不只要坐这个 12年 就要坐多6年了 那这件事的话 是相当令人心伤的 那很多人就是想着 在狱中那些小孩子读书啦 那读书的话 读书的话 读足12年 那两个学位已经搞定 可能要三个学位才搞定 可能分钟要四个学位 就是这个是令人 相当心伤的一件事 就是说 今天就是不理的了 就是你今天 杀人放火 强奸奸杀 绑架 老人勒索 判你20年夹 你都可以行为良好 减3分1 判你21年 你实错呢 14年 但是今时今日呢 你做国安案件 整支国旗烧一下烧 或者好像马俊文 那没有事 拿个美国队长 那样出来 没得减刑 这个就好笑 一个杀人犯 强奸犯 强奸犯 判了21年 一些 香港一些 勇武案件 你又判了21年 杀人犯呢 可以因为行为良好 14年放出来 你一个人呢 你一个人呢 只不过是因为国家安全 不止啊 罵一下习近平 21年坐足 不止啊 我计算给你看 桑普 我计算给你看 是啊 其实呢 现在 譬如拿回马俊文的例子 他大概 他就要坐足五年了 那我们一般 我们的手足 我们的手足 很多 其实埋单 埋单计 其实可能 实际在里面坐的刑期 可能今天就要去到六年了 就是总之 如果报道 譬如说 对上一年 对上一年有很多 我记得譬如 李大 李大的案件 外围的案件 十七单都在阻紧 很多拉云都是判 六年了 五年了 那好了 现在因为 他二十三条之后 他说所谓叫做 就是危害国家安全那些 就没有了三分一扣的时候 那是什么概念呢 如果一个反毒的 他判十八年 OK 很多很多反毒都判到十几二十年的 我就拿十八年来计 如果他认罪 很多都认罪 因为断正 那然后呢 法庭会给他一个三分一 那他回到监房已经是十二年了 因为扣了一个六年 一个三分一 然后他回到监房那里 因为他又有一个三分一 他实质都是坐六年而已 就是说现在马俊文的刑期 其实是等于一个十几年的刑期 那我经常都说的就是 法律其实是很显示到 一个community或者一个社会 究竟相信什么价值 那你如果现在这样 你是不是想告诉世界 香港是这样的 你杀人老狠 放火反毒 OK 都好过你去行公义 或者是为社会出声 或者是为正义做一些东西呢 喂大哥 这个很明显就是这样 就是原来做坏人好过做好人 就是今天在香港就是一个这样的概念 我说两件事给大家知道 就是补充这一点 第一件事 二十三条里面 讲到四类的所谓的犯罪 是会不准减刑 不准假释 不准不合刑的 国安法 国安法是四十三条 就是叫你披露的资料 你不披露的那些 接着呢 所有现在二十三条 新生的五至七条罪名 最后才奇怪 第四件事就是什么呢 其他有关国家安全的犯罪 那问题就是在这里 你今天非法集结 你今天暴动罪 算不算是其他有关国家安全的犯罪呢 喂 今时今日 你可以说不是的 你暴动罪 完全公安条例和国安无关 喂 它随时有新的解释 大哥 你怎么知道怎么办 没错 完全不确 最大的问题 有多少 多少年轻的 其实它都没有用这个 国安法来告你的 或者没有用二十三条 不过它告你暴动 是不是 告你这个 未经批准集结 煽动什么什么 煽动什么什么 你算国安 OK 那你说暴动呢 未经批准集结 那怎么办呢 这是个大问号 因为有些是刑事罪行法来的 不是国安法那边来的 但是任他说 任他说的 现在是 最惨是什么呢 你今天 以后 就是以前的事情 第二件事是什么呢 譬如说今时今日 你去深圳 去到来湖商业城 在那里大骂李家超 大骂这个什么鬼 邓炳强 那么很多香港人就觉得 喂 还可以骂你深圳和你一起骂 这个二十三条立法之后 有什么结果呢 根据二十三条立法呢 香港永久居民 香港居民 全世界在那里骂李家超 要骂邓炳强呢 都是犯法的 就是在深圳里骂李家超 李家超 你回来有证据的话 你是犯法的 但是那深圳人 坐在隔壁台的人 骂他没事的 因为他不是香港人 也没有什么营业地点在香港 什么都没事 所以那些人没事的 因为煽动意图罪 就没有一种 好像国家秘密间谍 那些全球域外的效力 这个煽动意图罪 就是对深圳人没事的 所以深圳人的 在香港国安体系的人权 更高过香港 香港人 全世界 阿拉斯加罵都有问题 香港人在香港 就已经变了九等人了 大佬 是啊 至少起码 我想中国人一定高等过香港人 还有你提这件事 我也提到大家 你千万不要说 李家超其实是猪丹兜来的 那就已经泄露了国家机密了 告诉你 哇 很大机密 不是没问题 是司徒国机密 是啊 很大事的 所以我不鼓励大家 说这句话 小心一点 OK 李家超是一个公公太监 你说这些 这个已经泄露了国家机密了 没错了 所以任他演绎了 所有事情 那就是 不是 其实我 我就心情很沉重 就是 但是早了几天 那我首先 我想就是 我和 我和 美国队长是同学 那我 我进去坐牢的时候 第一日 未进到荔枝国 在东九龙 不是 在西九龙裁判处 我就是判被还押的 那我在西九龙的时候 我第一个遇到的人 就是 美国队长 他那天呢 就在荔枝国出来 就上庭 他就在 我和他就前后庭的 那我们是一起在这个臭隔 那他就 他就说 叫我淡定 教我 告诉我 入到荔枝国会 怎样 那之后呢 我就 那天很彷徨 那天 那天是2021年的2月10日 相当之彷徨 那他就是我第一支 盲公足来的 那他就陪着我一起 就是回到荔枝国 那我们还坐了一架囚车 跟着之后就 还有另外有些在法庭 还有六七个犯 那跟着就 我们就一起回去 那 那然后之后的日子 我其实 我们又一起过界去到赤柱了 那所以呢 就我和他都共度了一段很长的时间 那我只是想说的就是 他很不幸運 他只是差两天 还有大家要明白 他是3月25日放学的 如果他只要他是3月22日 早回两三天 早过3月23日 立23秒那天 那他就已经出来了 那所以这个真的是方天下之大谋 那连懲教署都明 仍然没有那个机 其实完全没有那个机制在那裡 我想他们只是收到上头的命令 喂 这个人不能放 因为他是涉及这个危害国家安全 那所以就要 那现在就是差了两天的分别 他就要多坐20个月 那都不用说了 大家都会明白 那我想就是 最 我想 这段时间 其实很多很多在里面的人都 我们这些兄弟姐妹都是很心情沉重 那就因为 因为 没有了 就是以后其实很简单 不用解释那么多东西 以后涉及到国安法 或者是23条 总之是政治犯 所有政治犯 在香港就是没有了 没有了三分一的 不是没有了一个 告诉你 几乎是可能两个三分一是没有了 那所以呢 就全部是硬吃的 那这个 这个 这个和以前那个心态的调整是很不同的 因为 就是就是 就刚才你提过的 唐英杰 我很记得 唐英杰 我们 我们跟他 就是他判刑前 我们都是一直跟唐英杰 在赤柱我们都是一直相处的 看着他上庭 看着他判 那我很记得就是他就是说 就是唐英杰都说过 不要替我悲哀啊 不要紧了 不要紧了 因为我们都觉得他判得很重 那他说不要紧了 不要紧了 我很记得他很多囚友都会这么说的 就是 不怕啦 我们都 就是 都 到底还有一个三分一 扣了都是 六年多 我就出得来了 那我又还压了一段时间 那扣了扣了 不是很多而已 我们 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态都会是这样的 那但是我想 就是 这 这段时间一改了制度 我想 唐英杰自己都会觉得很辛苦 因为 你是准备有一个 这个是一个 这个是本来已经有的权利 那但是这个权利现在没有了 就要多坐三年了 大家 大家 再说一次 不是三日 不是三个月 是三年了 大哥 那这个是真的很难 在里面其实是很难过的 就是 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用什么可以形容 那现在不是一个人 现在47人也是一样 47 47又是很糟糕 因为 因为其实分别都会是大概三年左右 我想 每一个人的分别都会是三年左右 是啊 是啊 相当令人难堪 就是香港现在搞到这样 就是我都记得 就是昨天我看到公民党正式 就是 已经是 就是 dissolve的状态 确定了 那我知道 希望每个人都平安 而我们看回 就是 外国对于23条的态度 到今天为止 都是强烈谴责 坚决反对声援港人 我想这个当然我们不会说坏的 但是 就是 it's not enough 所以很多人都希望有些新的法案 会推动 香港在美国的一些 就是 就是经贸版 有个认证法 是不是可以 尽快通过呢 我想四月第二个礼拜 才有可能 再推上这个法案 去到众议院 希望这个会期 就是今年年底之前 过得到 参众两院 拜登签署 那拜登如果随时宣布 香港经贸版 没有这个 就是独立地位 就是换言之 他没有外交特权的话 那180天内 经贸版就要收皮的了 那另外就是 有这个跨境镇压政策法案 香港司法制裁法案 这三部法案 加上这个 就是ETO三部法案 基本上都现在是很多人在推进的 所以我就说 第一有制裁的问题 第二有撤销 经贸版的问题 第三 各国有预案 如何撤枝撤桥 第四样东西呢 有旅游警示 那看到澳洲已经加强了 加多些注释在里面 喂 告解出事 假新闻出事 知情不报出事 要做一些逃割 提醒各国的民众 还有救济 就是一些香港人权捍卫者 坐过监的 出回来的 或者正是有一些行为 很有机会被人抓坐监的 他们去到各国 是不是真的能够 有一个合理的待遇呢 尤其是说 在人道救援 在难民的接制 清智庇护的申请方面 是不是做到足呢 我想这方面各国都希望 开一个这样的口 能够多些可以欢迎到 在外面由香港来的一些真正的 就是human rights fighters 他们能够真的能够能够是 可以在外地落地伸根 就是加拿大做得很好 但是美国和英国其实做得非常慢 也都有它的quota问题 就是乌克兰 那种政策在加拿大做得比较清晰 这样说 这样说 我们仍然在 我们身在加拿大的香港人 仍然都希望加拿大政府 会做得更好 我不否认你说的东西 就是加拿大可能比较 所有东西都比较清晰一些 但是我们现在都会面对两个问题 其实这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 我们很希望加拿大的救生艇计划 香港的方法可以延续下去 因为如果不再延续下去 其实二、六年就会到期的 那这个问题 其实我想在 我们希望的就是说 其他国家都会继续对 因为二十三条而再 就是关注多一些 还有今天在香港走不了的人 那所以我们都希望在不同国家的计划 可以继续下去 那另外一件事 在加拿大我们很希望 就是可以做好一些的就是 我们现在不断都要提醒加拿大政府就是 看看可不可以帮忙去处理一下 就是有很多放了河 有案底的香港人 特别是年轻人 他们因为有个案底 他们未必那么容易可以来到加拿大 那这里呢 都有很多技术上的问题 那其实就很多 很多人我们都在加拿大 都在做一些游说等等的东西 那我觉得的就 overall来说希望 我始终有个希望 二十三条之后就是 每个国家都要做 希望可以为香港做得更多 你刚才提过 就是有时候我们都说好笑 比如在加拿大 我们认识一些乌克兰的难民 阿富汗的难民 特别乌克兰 他们说 其实你们整天都优先 为什么你们整天都优先 我们的国家都在打仗 其实我有时候 我也觉得不好意思 大哥 因为我们都stand with Ukraine Ukraine又stand with我们 那所以其实真的很辛苦 因为这个世界真的很多难民 那我们是 我们有什么 就是有什么可能 我们今天会想到 我们香港会变成这样呢 那但是我觉得就 每个国家都希望 大家可以做多些东西 特别 就是比如你说 我说我举一个例子 你说制裁 只是美国做 就是足不足够 当然不足够了 因为那89个港奸 加上香港的政府官员 他能行23条 他有些事情他预了 他预了自己 已经将会被美国制裁了 或者他预了 香港政府也预了 经贸办是一定没有的 那所以我觉得 希望每个国家 大家一起给多些surprise 给他啦 他求人得人 对不对 那我觉得就是 喂大哥 很简单的 如果你切身处地 如果我是那89个港奸 我不来美国就预了 但是我间不中都会 就是我在温哥华 都遇过田北辰两次打边奴 那喂大哥 他两次打边奴 我没说过给你听 是啊 他一见到我马上走 他就醒了 是不是 因为大哥 如果我坐在那张桌上 是 如果我坐在那张桌上 如果我坐在那张桌上 他就即时断正 所以我觉得就是 如果要做 是不是应该大家一起 齐心协力 加拿大 为什么加拿大都没有做 制裁 虽然说加拿大有些事情做得挺好 但是都没有做 英国最近 Ian Duncan Smith都逼迫到云 彭定康都逼迫到云 逼迫这个死人申伟成 和 但是我是操促 是啊 就是死人申伟成 和这个Cameron 这些人真不知道是什么人 是不是 真笨 大佬 就是 Ian Duncan Smith在议会里 他就是犯国安法的 他说我收到内部文件 你们去年保守党政府二三年十一月 已经在密密地说 在一段无限期 停止制裁中港官员 是不是真的 英国究竟制裁过多少人 几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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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义 所以其实这些事情是要一起做 那你那帮89个汉奸 港奸 他们才会害怕的 因为求人得人 澳洲去不了 加拿大去不了 美国去不了 英国去不了 这个他就没有预算了 他真的没有想过原来 帮手立完二十三条之后 他只是可以回到大陆 是不是 他现在很硬的 有空来加拿大 有空来加拿大 英国这样 所以这些事情 就应该大家可以继续做好些了 我就说大家一起努力 美国、加拿大、英国、澳洲、台湾 其实台湾 我呼吁很久了 台湾的了 其实不是在咪前呼吁的 我都很多方法去讲过 这些是需要做多些 我知道台湾真的要制裁力 但是起码台湾应该可以做 禁止日境是不是可以了 他们没有资产在那裡 你又没有办法操控到他们 至少禁止日境 是不是 这个是基本的原则 不止禁止他们 他们近亲属 棄清他们的底 禁止他们入境 有的话 就高调播出他们的样子 扔回他们走 是不是 混他们48个小时 接着搞到双面碟 才扔回他们走 喇 喇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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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 那就求人得人了 这一局即时断正 喇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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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找民进党 对 找民进党 找民进党 找六委会就可以了 任典范出来 喇喇 喇喇 搞定了 是 是 是 这些不是做事的方式 我都对的 喇 先引他进来 先拍一张照片 打卡 才能走 是啊 对 你够胆来 你够胆来 所以 情何以堪 你看看今天 你看看今天 整个世界 很多国家出的旅游警示 我觉得 我都看过很多国家的旅游警示 我真的觉得 都很悲哀自己作为香港人 每个国家几乎就是说 呼吁自己国民 喇 没什么事 真的不要来香港 包括旅游 然后 你要去的话 喂 温馨提示 自己的手机就不要带去了 就是有些国家的旅游警示是这样的 然后 你最好就是用那些 即器的电话卡 那些什么 喂 但我看完 我不知道桑普有什么感觉 我自己觉得 喂 做什么 我出生的地方 我成长的地方 怎么好像变成北韩那样 你现在 那现在真的会是这样 那所以其实 就是 温哥华这边 最近都已经有些旅游公司说 有些旅游公司 接受传媒的访问是说 他说 国安法那时候 就已经没有了香港人 在这里 加拿大 没有了加拿大人去香港 现在我们航班都越来越少 就是 加拿大去香港的航班都越来越少 那他说 23条之后 没有人去的了 他说 最近在温哥华 加航 是最近没有来的事 是开始有些 先有这个温哥华 直航飞去新加坡 那加拿大 加拿大 加航都说 未来我们其实都会 越来越多 就是直航飞去新加坡 因为很明显 大家宁愿去新加坡 都不会去香港 没有人去香港 没有医獄的 现在在温哥华 在加拿大 温哥华 多人多都是 所以我说 就是你香港 好像他们搞的白花一样 拜祭一下 之后白玄花 打完包 噴完色 涂枝沫粉 就是当你 整色整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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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叫 收皮了 就是香港已经 就是这样的情况 那你说 你唱衰 喂 我就告诉你知道 这个事实 全世界都这么看你 那去到香港 现在这样的情况 有什么升天呢 我说了 全世界要对付中国 要狠才行 所以看到 当今时今日 习近平 在北京那里 接遍一班 美国企业的高管 这件事 就告诉大家 习近平 不会放弃 对于美国的统战的 星期一 25日 原始是一个 中国经济的 高峰论坛 结束 照例 国务院总理李强 要出来和大家见面的 他不来 接着预告不来 一班的高管 其实走一大批的了 不过收了内幕消息 有人说 你等等先 可能有正事给你 那些人就等了 一部分人 就继续留在北京那里等 等到去 昨天 27日 终于等到猪头出来了 那习近平怎么出来呢 就是说 在北京人民大会堂 会见了 美国工商界和战略 学术界代表的 战略 学术界 我可以听听的 strategic academic的代表 接着这个 习近平说 美中关系回不到过去 但是能够有一个更好的未来 接着说 什么叫没有见顶论 就是所谓的中国经济见顶论 是不会见顶的 我只不过是说 中国的堕落 是一个见底论 是不会见底的 没有最黑暗 只有更黑暗 我就说他讲见顶 我从来没有人讲过 中国经济法尖会见顶这件事的 中国现在直线向下聚落 究竟见什么顶 你说什么 所以他自己 将所有的扭曲来说 叫做找一个新的名词 就说 我们不会见顶的 没有人讲过见顶论 那见的这些人 是什么的目标呢 格林伯格 跟着这个 Evan Greenberg 也有这个 Steven Orleans 欧伦斯 两个都是分别代表 非政府组织 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的人 另外也有这个 安达保险 川普的首 加林伯格 就是川普的CEO 这个也是已故国务卿 基辛格 曾经做这个 垃圾委员会的 执行副主席 这个National Committee On US China Relations 基本上是一个 非政府组织 说到National Committee 非常有誤導性的 OK 因为 美国呢 不会用National 去开头的 只能用Federal 开头的 这个 这个誤導性的组织 Cristiano Armond 资产管理公司 也重要了 Black Rock 黑石集团的创始人 苏世文 Steven Swargeman 物流巨头 Fedex的CEO Raj Subramaniam 另外这个 财经媒体 彭博 Bloomberg 董事长 Mark Carney 一个商会的 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的 Craig Allen 和哈佛大学 金乃迪学院 前院长 Graham Edison 這些人 全部都是有头有面的人 全部都是民主党 或者你可以叫做 拜登后面都是金主 基辛格 后面的人也有 跟着所谓的 华尔街集团 民主党的金主 全部这班人 就是说什么 所以我记得好 所以你和我在旁边 有你们的好处 所以皇帝开心 坐在中间 龙岩大月 你们这班人 来朝供 very good 没错 就是用这样的方式 给大家看 那你看一下 很多人问我 拜登 就是台湾人说 拜登当选 对中国 不利一些 还是川普当选 对中国不利一些 我就免得回答这些问题 是吧 你看看这些阵容 你就知道 很多东西 拜登到今时今日 说的就是凶狠 做的 我不想说那两个字 自己想 做的是什么 大家清楚是什么情况 现在你看看这些维加集团 Silicon Valley的集团 或者深层政府的集团 你们最后 如果中国能够成功巴结 的话 其实对这个情况 极不利 我只是说 说这些没用 因为我可以很肯定 这一班建的人 其实早已经前置 我问你了 他们有 在中国的一些 有 但是最大的两家公司 就是哪两家公司 是不是 你提漏了的苹果 一家就是Tesla OK 这两家是中国投资最多的 这两家 其实已经开始在拔走 我是不是在怀疑 他想建的时候 这两家 因为有各种理由 不想建 第一 苹果不想做iCar 不是啊 Tim Cook好像是分开建的 分开建的 但是他没有在这个地方见过 也就是习近平 没有主动在这一次 起码在这个时刻见过他 而你说Tesla Elon Musk 他也不在这个时刻见过他 我只是说 见这些人 其实在中国投资的产值 你不要用10.5年前来比 现在已经很少了 你问BlackRock 这些早已经撤出香港和中国 今天习近平就希望 我见你安利心 回来 比如Qualcomm那些 说到尾 就见一下你了 就是所有要做的事情 全部做足 Fedex 喂 你在中国的市场有多少大 很低的 信邦一家宴把你打死了 是啊 你想要怎么样 所以这些人 其实只不过是想在这个地方 卖个面 希望维持一些关系 但是我说这些这样的公司 譬如Fedex的这样的公司 非必要都不要光顺了 喂 这些这样的人去见习猪头 接着我说了 这些公司 这些公司 就希望习近平 扔回他们 事实上这些公司 能够在习近平 统治下中国 赚的钱 和五年前 十年前 已经完全不同了 我就说 经济出现很大的问题 中国 而美国如果不能够和中国加强对决的话 对于香港 对于台湾都不是一件好事 我就说美中国是越对峙 越有利于台湾 也都长远来说有利于香港的 喂 川普已经说明了 60%关税 中国企业在墨西哥生产汽车输入美国 100%关税 说到就会做到 今年年底 在当选 下年 真的做总统的时候 我相信这件事会成为事实的 我不知道 杰斯你会怎么看 未来美中关系的变化 首先 你刚才看 你讲了一群 全部都是熊猫 美国一定会有熊猫派 这些熊猫 这次 其实做足了他们要做的事情 他们最主要 其实就是 要帮中国发展高层论坛 这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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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就不会 怎么可能用忠心 或者是 仍然是对中国市场 或者是怎么样 很支持 这样去说呢 因为这些人 其实都是从商 华尔街这些 其实大家都 就是 用回共产党的术语 这些是两面人来的 例如你举例 好像高通那样 就算了 高通的老板 告诉习近平 我也很想跟你做多些生意 你傻的 高通不用问过美国 高通的东西 全部都要问过美国商务协部 今天全是高科技的东西 但是我想说今次这个妙在什么呢 以往中国发展高层论坛 就是开完会 那你这帮红猫就跟总理谈的 今年就一改以往的风格 改了 然后现在中国的总理 是自我矮化的 李强 李强都很想的 可能就是 你要谈不如跟习来谈 好了 那现在问题来了 大家 问大家问题就是 你跟习来谈 跟李强谈 其实会有什么分别呢 分别我就觉得很大 你跟李强谈 你关门 是真的可以谈到一些实质的事情 比如说 喂 大家坐下 你跟总理 你跟一家公司的总经理 你是不是关门 你也告诉他 现在我们进来都害怕 中国有什么问题,经济上有什么问题 国家安全法,23条,反间谍发客 我们的同事都不敢来,你可以说这些东西 如果反对,立刻拒绝我 如果你和习谈,谈什么?你和公司最大的总裁 一走过去,其实有什么要谈呢? 那是一个打卡运动,大家就打一张卡 说起来见过习近平,然后坐在那些四方桌子 中间摆了花在那里,你只是听他在说话 就好像你刚才,桑普也提过,这是一个朝贡 所以这就再一次说明 告诉大家,习近平这个人是不等待的 他在做很多事情不等待,做门面的事情 他只是要面对的,实际问题他真的不管 你说对他来说收到什么效呢? 他见完这帮人,他那晚回到去就睡得很丰 很舒服,因为他见到整班红猫出来 美国企业的人支持他 他就已经很开心了 但是他不会说实质 基本上你没有探到实质的问题 他还可以反过来 如果你看中央台也是 你看到中央台有播这段新闻出来 哇,他剪摄到拍着那些 哪间企业的总裁 全部在那里好像官员那样 拿着一张纸在那里写小纸 他就是happy 因为他也会释出信息 这个是习近平以为 他会释出信息就是 拜登你看一下 你这些企业都支持我的 这样 如果大哥你回去 无论拜登有特朗普也好 真的当你傻 你是不是傻的 你玩完这些东西 全部都是那些小孩子很仪欺的东西 然后实际的问题 其实完全没有解决 你说是不是见完你习近平 接着这些高通 Fedix 黑石啊 黑石啊 就会全部进回来 甚至尖谷 尖谷也是契弟 我也说 今天大家还要考虑一下 用不用苹果 大哥 他还说了几次 他说 我很相信中国市场是会开放的 他真是违心到不得了 但是这帮人就是这样的 是不是呢 说完然后最后在大陆市场 舔得多少就舔多少 就舔多少 好像桑母说的 喂 一直舔着一路走着的这帮人 傻的都不会在中国市场 但是习近平仍然是 仍然是不想去解决这些问题 所以中美 就是中美的关系其实没有改善到 有什么改善到呢 这个就是我看到的东西 是的 我同意的 就是去到今时今日 这个朝贡大拜拜 就是补充一句 这些这样的大聚会 我会认为 你怎么可能真是反映到你自己的事情 你自己看回那段片子 坐到没雷工那么远 离开了几十米以外 哇真是瘋 你是真是反映意见 总之你是说yes yes sir 那就搞定了 是长官 那你怎么会可以说 23条立法有问题 你猜过了 23条立法有问题 你不可以押美国队长那么久 我们的投资我们不回来 你说这些什么呢 不是建设 不是建设性的批评 就于是乎没有饭你吃 就拉起来 你在这些场合 根本就是一些 不是谈到东西的场合 做过生意的人都知道 大哥你见过总裁 不是总裁 这个是整间公司的 总之我不知道怎么形容 总之是大老板 你跟大老板 你都是最多寒圈的 说到那么近 你最想听到什么 你最想听 如果正常情况 你都是最想听到大老板说 好吧好吧 我叫李强总经理 下个星期找你 跟你深入去谈 你最希望都是这样 现在就打到退 还原基本步 你先见了总裁 然后总裁在喷口水 喷完一大轮 中美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是什么一回事 又听习近平在说那些 就是九不搭八的歪理 那你就在那头 下头 下头 就是这样 然后最后 打一张卡 走人 就是这样 神经病 现在水深火热 还可以玩这些东西 你跟习近平可以谈些什么 你说了 习近平乐此不疲 觉得这么好正 他一定觉得好正 下天我们有机会说马英九 看下什么时候 下个星期要说他 下个星期要说他 开他拖 习马 这个马习 议会 精彩 马英九真是佩服佩服 下个星期一定要说马英九 真是 河河江水泥棉不绝 真是厉害 下个星期要开他拖 好 我们今天这一集 好了 休息日 下一集到第二集的 就在杰斯频道上 希望大家收看杰斯频道 好 好